音乐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CIEN校园英语 在这一集当中 我们要继续为大家介绍 校园中经常使用的英语单字和用语 今天要教我们三个字会的 是就读于美国密苏里州杜勒门大学的志工老师Taylor 他主修生物学 以后的志向是当一名医生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跟他来学习第一个单字 Today I'm going to teach you a useful word Track Repeat after me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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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Now let's use it in a sentence Everyday I like to run laps around the track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字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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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字的意思是跑道 我们来看Taylor老师造的句子 Everyday I like to run laps around the track Run 是跑步 Lab 是指操场的一圈 而around 这是环绕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喜欢每天跑操场 如果逐字来翻例的话 这是每天我喜欢绕着操场跑步 但是跑几圈我们不知道 但至少是一圈以上 因为Lab这个字后面加了S代表复数 我们也可以不用加Lab这个字 变成 Everyday I like to run around the track 但如果你要确实告诉人家你到底跑了几圈呢 就要用Lab 例如三圈就是3 laps 那我们进一步来补充Track这个单字的其他用法 不知道同学在听音乐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CD上面显示第几首的单字就是Track 因为Track这个字呢 是轨道的意思 CD后面的轨道 就好像操场的跑道 都是一轨一轨的 所以第一首就是Track1 以此类推 好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单字 Next I'd like to teach you another useful word Track2 第二个单字是Track2 这个单字的意思是奖杯 Track2 这个单字是可属名词 所以一座奖杯是A Trophy 而两座以上呢 要去Y加IES变成Trophies 我们来看Taylor老师造的句子 I can run very fast So I have won many trophies Fast 是快 One 是win 的过去式 也是他的过去分词PP 这个句子当中 这个句子当中 Taylor老师用的是现在完成式 所以在这边 One 是过去分词 因为现在完成式的句型是Half 加PP 那这个表示呢 就是动作已经完成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跑得非常快 所以我已经赢得了非常多的奖杯 接着为大家补充有关比赛 奖杯与奖牌的用字 相信大家最近都有收看伦敦奥运的精彩赛事 奥运的得奖人领到的是一面奖牌 而不是奖杯 那么奖牌的英文怎么说呢 奖牌是medal medal 造个句子给大家参考 He won an Olympic gold medal in swimming Olympic 这是奥林匹克 而gold medal 这是指金牌 随敏是游泳 所以句子的意思是说 他赢得一面游泳项目的奥运金牌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单字 最后Taylor老师教的是一个片语 Raise your hand Raise your hand 这个片语的意思是举手的意思 Raise是举起 hand是手 我们来看Taylor老师造的句子 If you have a question You should raise your hand If 是如果 Question 是问题 Should 是应该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你应该举手发问 除了说 Raise your hand 我们也常听到人家说 Put up your hand 或者是 Put your hand up 那么手放下来就是 用down这个单字 老师经常说 You can put your hands down now 现在你们可以把手放下来了 好 希望大家可以把今天 Taylor老师教的单字和片语 牢记在心 How many townships are there in 张华 County? A 20 B 22 C 26 You have 3 seconds Go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is C 同学 你答对了吗? 刚刚抢答的题目是指 张华县有几个乡镇 How many 是指多少 There are 是有的意思 Conship 是指乡或镇 张华县总共有26个乡镇 18个乡 7个镇 再加上张华市 一共是26 张华市当然可以称为City 但是行政管辖范围 还是隶属在张华县政府之下 所以我们也把它加进去 因此这一题的答案是C 26 好 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的观赏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